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先来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欢恩 大家都知道 其实新年的一开始 这正是好莱坞所谓的 Award Season 就是颁奖典礼的季节 首先就一月的 应该是第一个周末吧 率先由奥斯卡风向球之身的 金球奖The Golden Globe 拉开序幕打头阵 那后续还有大大小小 各个颁奖典礼 包括他们演员工会 自评的奖项 The SAG Awards 以及影评人颁发的演员奖 The Critics' Choice Award 那当然呢 这整个颁奖典礼季节 最高峰呢 无非就是奥斯卡 奥斯卡上来都是 压轴的大秀 就是在二月底的时候 才会上场 等于是替好莱坞 这个大大小小的明星 他们每年例行的 这个珍奇斗艳 互相吹捧的这样的仪式 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过去这几个礼拜以来 围绕着奥斯卡的众多新闻当中 最受瞩目的 却是奥斯卡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他们第九十一届颁奖典礼的 典礼主持人 其实奥斯卡老早就已经 上中他们要的主持人了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就已经对外公布了 他们选中的是 美国知名的黑人少将 Kevin Hart Kevin Hart这几年来 在好莱坞的发展 是非常的顺利哦 可以说是快速窜起 身材矮小的他呢 其实就跟 美国很多的喜剧演员一样 都是从stand-up comedy 从improv发机的 那improv或stand-up comedy 这应该我觉得 最合适的翻译就是 这就是美国所谓的 单口相声嘛 那整个过程就是 演员或者是 说相声的人 差不多要准备 五到七分钟的段子 那真的就是一个人 一支麦克风站在台上 然后就要娱乐 现场live的观众 其实Kevin Hart 到这几年来 正式成为 架杠的电影演员之后呢 其实他始终都没有 忘记自己的老本行哦 所以呢 前几年他还举办了一场 寻回全美的个人秀 就是他的 等于是 one man show 到 全美各大的城市 就是一个人站在 超大的舞台上 然后要顶 大概可能 一个小时左右的秀 就是不停在台上 讲笑话 他真的是 场场都爆满耶 就算是去到 哪个大城市的 巨型体育场 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场地 想要去看他的秀 都还是一票难求 由此可见 他受欢迎的程度 还有他的个人魅力 真的是扶摇直上 说真的 其实 你现在要我讲出 还有哪几个 美国知名的喜剧电影演员 有他这样子的魅力 有他这样子的号召力 有他这样子就是 讲笑话 做单口相声的实力 我还真的 说不上几个呢 那他一直以来呢 也都把 就是能够以主持人的身份 登上奥斯卡的舞台 这么一件事情 看作是 人生当中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呢 当他正式获得 主办单位的邀约的时候 心中其实很激动 非常的澎湃的 又加上呢 这个消息 必须保密到家 要一直等到 主办单位同意之后 他才能公诸于世 所以他真的是自己 都已经憋到 快要内伤了 终于可以把他 心中这个真的是 让他又兴奋 又骄傲的大秘密 可以登高 一呼告诉全世界 结果没想到 消息公开之后 不到24小时 竟然有人踢爆 Kevin Hart 他恐同 曾经 在推特上头 在他的访问内容当中 发表一些 歧视 同性恋的言论 Kevin Hart 并没有在事情爆发 第一时间去做 任何的回应 主要是因为 他觉得这些都是 成年往事 事隔大概有十年之久 有人来翻旧账 他觉得应该 不会造成太大的回想 但是没想到 这件事情竟然越演越烈 以至于他最后 还是不得不先后 在他自己的社群媒体 在他自己的 Instagram上头 发表一些看法 就表达说 这些东西 都已经是成年往事了 他其实过去 在不同的场合 也已经 有道过歉 也已经 有做过声明了 那十年之间 一个人的改变 还有成长 是很大的 自己已经 今非昔比了 如今他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人 他很清楚知道 他也问心无愧 那他是否应该继续 为他十年前 所犯的错 十年前已经 道歉过的错误 还要再道歉一遍呢 难道一个人 十年前所犯的错误 就必须要一辈子 成为他的阴影吗 可是他的回应 反而引发了 媒体火上交游的 有点凑热闹的心态 所以新闻表题 一个一个就指控说 Kevin Hart是怎么样子 死不认错啊 怎么样子拒绝 为他的言论道歉呢 这样子的负面新闻 越吵 越严重到 就连奥斯卡 都不得不出面施压 告诉Kevin Hart说 你最好赶快公开致歉 否则主持人 我们可能就要 考虑换人了 结果没有想到 Kevin Hart 直接公开请辞 说那好 这主持人呢 我就不当了 Kevin Hart对于自己 事发至今的发言 倒是坦然的很 也觉得他该说的 他都已经招待清楚了 也不需要再继续 去讲什么了 只是很不巧 刚好撞上了 他新片的宣传棋 所以跑通告的时候 自然就会被主持人 追问这件事情 这整件事情 究竟应该要如何来评断 我觉得呢 这个跟所谓的 context 脱不了关系 context 也就是本周的 word of the week 本周单字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context 在英文里头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上下文 或者是前后关系 前因后果啦 context 至于一段论述 或者是一个分析 一个事实 都存在着 莫大的重要性 可是呢 可能也就因为 这样的一个原因喔 所以context 常常会被人 刻意的忽略掉 特别是当有人 蓄意 断章取义 或者是想要恶意 混淆事情的时候 老妈有的时候 时不时就会 丢一些英文单字给我啊 然后就会问我说 诶 这个应该要怎么样子 翻译成中文啊 我的第一个反应 通常都是 你的上下文是什么 你完整的这句话 你到底是想要说什么 这就是因为 我想要去了解说 这context是什么 那有一些单字 有一些字会 在不同的context 不同的上下文 的情况之下 可能 会有不一样的翻译 会翻译出 不一样的意思嘛 我觉得context的概念 其实就有点像是 如果今天 你是一个营造商 你要盖房子的时候 你 首先就是 必须要了解 你的周边环境啊 你要搞清楚说 太阳光 是面上哪里啊 马路和人行道 动线 是 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什么样子 环安上的 限制考虑 甚至是可能是 前科啊 比方说你这块土地 之前是垃圾野埋 野埋厂之类的 是你需要调查清楚的 又或者 你可能市政府 有没有规定 你必须要画出 多少面积的绿地啊 或者是以你 现在的土质 你应该要打 多深的地基啊 你才可以盖 多高的楼 等等等 你了解周边的环境 还有既有的一些 不管是环境上 或者是政府 开出来的限制 还有条件 这就决定了 你盖的这栋房子 它大致上的轮廓嘛 比方说 房子应该要面长 哪里才可以 极大化自然采光啊 才不会受马路的 噪音干扰啊 所以呢 也可以说地段 就决定了你 这栋房子的价值嘛 大家都知道 今天你不管是 要设点开店啊 或者是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仲介呢 都会告诉你说 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就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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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这不就是一个 context的概念吗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 哎 我跟你说 有栋房子50平哦 卖你1000万 当下 你第一个问题 一定会问说 哪里的房子 你就是想要得到 更多的context嘛 可见的context 会改变你 对同样一个论述的 见解跟判断 那Kevin Hart 他请辞奥斯卡主持人 这整件事情呢 有很多荒谬的地方 其一当然就是 世界上多的是各样 天灾人祸各样 更迟得大家 去关注重大议题 但是媒体竟然如此 不惜花 这么多的版面 这么多的资源 去报道一件 好莱坞自害的娱乐消息 既没营养 摆明了 又是在兴风作浪 可是其中 最为荒谬的 无非就是 这些媒体 根本就没有 尽到他们的责任 他们完全 没有去交代 其中最重要的context 媒体等于是 跟这有心人士一起 起舞嘛 就是要抹黑Kevin Hart 尽管报道了Kevin Hart 过往的这些 确实是恐同 是歧视同志的言论 可是只字未提说 当事员老早就在 很多年前 在当时就已经 表达过歉意了 而过去十年 以至于现在 也可以看得出 Kevin Hart 他的喜剧风格 他整个人 其实是有成长 是有蜕变的 这些难道不是 判定这个人 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子的人 更重要的context吗 但是 你今天交代了 太多的前情提要 这样子的报道 我觉得从媒体的观点来说 就是你剥夺了社会大众 去非议别人的机会啊 你剥夺了人家的想象空间吧 你就是要留白 才可以让人家 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去脑补 可以去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 可以去评断别人嘛 毕竟呢 从某一种观点来说 我觉得媒体 他们的心亡 他们的纯败 就是取决于 资讯的不对称啊 如果媒体的力量取决于 他们能够任意 替新闻话题 装上他们想要的滤镜 不管是 他们的意识形态啊 政治倾向啊 或者是个人偏见 那么 给你怎么样子的context 给你多少的context 这就是说服人 跟人家辩论 甚至是manipulate 去操控 别人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啊 那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最好立正 无非就是当今的美国皇帝 不是我是说当今的美国总统啦 那最近可能大家都有关注到 就是为了要争取国会 核准预算 好让美国总统可以议员 他在墨西哥边境 尬一座墙来防堵 非法移民侵入美国的 这种一个政治支票 那所以呢 川普就不惜 动用白宫直播 这样的一个管道 希望可以跟美国民众来强调说 这座墙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美国现在所面临的 这个非法移民潮 是何等重大的危机 那美国总统 从白宫用电视直播 中断大家周间晚上 正常的节目时段 告知重要的消息 其实呢 这在美国历史上 并不是一个 太需要大惊小怪的事情 还蛮常见的 美国总统通常都会 借由这个管道 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企图去扭转大众 对于特定重大议题的一些看法 包括像欧巴马 他在任内就曾多次 利用白宫直播的方式 去发表关于伊拉克战争 叙利亚战争的演说 当美国发生 很重大的校园枪击案 甚至是美军确定 猎杀了兵拉登之后呢 欧巴马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直接告知大众的 可是呢 电视台对于川普 这一次的白宫直播 却有一些些的困扰哦 尽管呢 这并不是川普第一次白宫直播 那到底为什么会困扰呢 这个又跟context 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川普上任的两年期间呢 雨不惊人死不休 早就已经是他的个人品牌了 不过呢 所谓假新闻 或者是fake news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我觉得 应该称得上是他截至目前为止 最重要的政绩之一吧 在此之前呢 几乎没有哪一任总统 敢如此公然的 敌视媒体从业人员哦 多次在公开场合上 跟他不喜欢的媒体 直接硬碰硬 吵架就算了 他甚至还从言语上的攻击 转为实质的去耻夺了 对方采访的权利哦 那当然呢 也从来没有哪一任的 美国总统 比他更会 指路为马顾左右 而根本就是语无伦次哦 川普最让人匪琐 这个超能力 无非就是他说谎 真的是像呼吸的一样自然 说出来的话 十句当中有六句是谎话 至于剩下来的四句呢 就是他鬼打的墙 不断在重复自己刚刚说过的谎话 所以这四句是废话 十句当中六句谎话 四句废话 现在美国总统就是这么一号人物 可是最奇妙的就是 他的支持者总是无条件的买单 无条件的支持他 而近期呢 美国最大的新闻 那当然就是川普为了要兑现 他选举期间 信誓旦旦要在墨西哥边境 盖一座高墙这么一个政治支票 所以川普不惜 等于就是绑架美国政府啊 国会因为没有办法在预算上达成共识 民主党死都不可能给他 五十亿美金去盖这么一座墙 所以预算下不来就意味着 政府没有钱付公务人员的薪水啊 那你付出薪水 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 很多的单位就必须关门嘛 所以像是国家公园 就无限期的必须对外关闭啊 就连机场的安检人员也被迫请无薪假 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很多机场的安检关口 可能就只能够开一个两个 造成旅客过关的时候 很严重的延宕哦 政府甚至还一度担心说 预算如果一直下不来 可能就没有钱给公民退税 可是为了这么一面墙 川普就决定要从白宫直播 要来告诉大众说我们眼下面临的是 何等大的人道危机 这时候很多媒体就高声呼吁啦 就说如果你电视台 你没有办法禁止 这么一个总是满口谎言的总统 直播对全国致辞的话 那为了减少误导观众的可能 那你至少必须要想办法 如何做到及时的fact check他 针对他说的每句话 都必须要根据事实来对照 来验证 虽然呢 其实电视台并没有真的做到 同步的fact check 可是不少的主流媒体 像是纽约时报 倒是非常及时的 在总统演说完之后 每隔多久好像是在 一个小时之内吧 就发布了一则分析的文章哦 去检验了川普的讲稿当中 每一个他提到的数据 按照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严格上说起来呢川普不到十分钟的演说 只出现了两个谎话 他表示呢这个联邦政府 直到如今仍然关闭的唯一原因是 因为民主党他们不愿意 播出预算来加强边境维安 这是个谎话 因为其实民主党 他们只是不支持川普 花50亿美金该做墙 可是他们确实有提出 要播出13亿美金预算 去加强边境维安的措施 另外呢川普自己也在 正式的新闻采访 记者会上头表示说 他一个人愿意独立负权责 负起就是导致政府 必须要关闭的全权责任 这是他有在录影存证上 说过的一番话哦 虽然说以川普的身份来说 在这样一个白宫直播 致辞的场合 你说半个谎言都嫌多 可是呢 纽约时报这则文章 其实想要表达的是 川普他似是而非 避重就轻的言论 比方说 在美国现在每个礼拜 有300个美国人 会死于海洛英 而90%海洛英 就是从美国西南边境入境的 所以我们当然需要 好好来处理一下 这么一个迫切的一个危机 可是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需要更多的context 需要更多的上下文 前因后果 原来呢 海洛英虽然确实大多是由 西南边境入境美国 可是呢 大部分的海洛英 其实是从合法的关口入境 而不是从川普想要盖墙 隔绝的那一片 紧临墨西哥的沙漠 外加呢 美国当前更重要的毒品危机 其实并不是海洛英 反而呢 是另外一个 本质上有点像是 止痛药的毒品 叫做Fentanyl Fentanyl这种毒品 最常入境的方式 不是从墨西哥来的 反而是从中国来的 从中国怎么来的 是从中国邮寄包裹 进到美国的 所以你盖再多的墙 特别是在墨西哥的边境 盖一座再高的墙 对Fentanyl 所造成越来越普遍的 毒品问题 根本完全起不了 任何的抑制作用啊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 真的要来讨论 context的话 避重就卿 还有断章取义 这本来就是 政治原物 最常使用的手段啊 这并不是 专属于川普的伎俩 如果你不会 避重就卿 不知道断章取义的话 你还没资格 做一个政治人物呢 比方说 他就在制止当中 他就指出说 民主党大佬 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 多次支持一个 要在南边边界 新建 屏障物 新建所谓的 barrier的方案 这是不真的事实 这是事实啊 可是呢 纽约时报 强调说 这段论述 需要更多的context 需要更多的 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说 其实民主党 主张的 所谓的这个 屏障物 这个barrier 是一个围栏 是一个fence 跟川普开的 选举支票 他想要盖一座墙 盖一个wall 是不一样的 围栏跟水泥墙 是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 这其实很有趣 就是 这只是再一次 证明了 context的提供 或者是保留 做怎么样子的 补充说明 其实也都是 充满了算计啊 好比川普 保留了 关于fence 和wall之间的差异 没有多做说明 只是很笼统的说 你看 民主党 好几年前 就已经支持 要在边界 设置barrier 甚至屏障物 这当然有 他的狡猾之处 可是他是政客啊 他不狡猾 他也算是政客吗 但是这个时机点 左倾的媒体 如此踊跃的 跳出来 见烈欣喜的 点出说 点出这么一个 真的是无关痛痒的context wall还有fence的差别 墙壁还有围栏的差别 这无非就是为了 想尽办法 要抓住川普的 每一个小辫子啊 如果今天 我没有办法 揭穿 指控 他说谎 那我至少要想办法 揭穿 指控他 其实是有心机的 其实是想要扭曲 是非的 可是 没心机的人 不擅长 扭曲 是非 避重就轻的人 这人 在政治上 应该是 毫无前途可言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我刚刚转到新加坡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最不习惯的无非就是我的大老板 乔喜大神 他的管理风格 还有他的个人风格 乔喜大神 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 他就是个性大喇喇的 话多 又吵 嗓门特别大 就是英文常说的 他就是一个open book 那讲好听一点 这就是我做人坦荡荡 我毫无保留 我 反正就是 敞开像一本书一样 谁想读 谁想翻阅 就随便你了 可是说难听一点 就是说话没分寸啊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也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或者是想法 英文中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叫做 she has no filter 意思就是 他完全不会过滤他说的话 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 不像一般人 你可能今天还会顾及 就是啊 今天你说话的对象是谁啊 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啊 我的措辞用语应该是什么啊 是不是应该点到为止就好啊 还是可以分享更多 没错 一般人都会留意自己讲话的context 去确定说 我今天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境之下 应该说什么话 可是呢 小喜大神就是完全不在乎啊 他做起事来就是这样子横冲直撞哦 你说是帅性 可是也可以说是就是鲁莽 一开始呢 我真的很反感 就是觉得 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急救张 然后就对外声称 我们的团队是怎么样子的 伸手矫健啊 速度特快啊 品质超好啊 可是事实上其实是 可能一个案子的这个眉目 可能只有五成吧 因为另外五成都是变数 可是这五成的变数呢 至少有一半是你只要稍微缓一缓 给点时间等一下 就可以比较明朗化 就可以解决的变数 这种时候 超喜大神 他说什么都不会选择等待的 你先做的再说 我管他的 我不要等 这五成的 把握 变成八成 我宁可现在有五成把握的时候 就做五成把握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很常遇到一个很恼然情况 就是 五成的内容都是变数的情况 只有五成把握之下 我们就横冲直撞的 开始动工了 那把东西做到一半之后呢 本来是变数的东西 总算开始明朗化 有了明确的方向 可是呢 这个方向就跟我们正在直线的方向 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所以现在怎么办 你做到一半的东西 要嘛就必须要急转弯 不然呢 就是我必须要把眼下的案子 当中是一场 疯狂的科学实验哦 等于是要把做到一半的东西 硬去跟新下来的方针 给它兜在一起 然后呢怎么样 双手核实 心中莫倒 拜托拜托 不要给我混出一个什么 杂种似不像的妖怪来 可是 我在新加坡办公室 一待也有半年了 过去这六个月来 总算让我明白了 这些莽撞的行径 这些先做再说的工作态度 也就是英文所谓的 ask for forgiveness not permission 就是我 我事后 在请求你的饶恕 而不是事先请求你的许可 其实这背后是有context 是有原因的 是有一些 前因后果 一些体制上的原因 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处境 这什么原因呢 就是亚洲的客户 就是这样的德性啊 他们就是一盘散沙 听不懂人话啊 我们的客户 他们自己的公司组织 是太过混乱 太过复杂 以至于连他们自己都 晕头转向 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 去厘清哦 所以呢 既然反过来 会指望我们来帮他们 化解他们自己内部 众多部门分歧的意见 还有需求哦 无奈我们今天 是做agency 是做代理厂商的 真的就是千错万错 反正通通都是我们的错啦 你的屁股 他的屁股 就算根本没有 付钱给我们的什么 阿猫阿狗的屁股 反正只要是屁股通通 都归我们差 我们今天又不能够 骂客户笨 也不能够骂客户懒 更不能骂客户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只好想办法 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啊 基本上就是出于一个 要赶快趁他们 下一个混乱发生之前 让我们先搞定 眼下的状况 可是我们如此尽忠 职守地接下客户 所有的烂摊子 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我们自己 也被搞得一团乱 英文呢 有另外一句话 说得很好 就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我们今天是做策略 还是做广告的 我们又不是变魔术的 如果你给我们一堆垃圾 我们也很难 化腐朽为神奇啊 你原料烂成分差 你给我塞掉的鸡蛋 和烂掉的菜叶子 我今天就算是食神 我也做不出 能让人下宴的东西来啊 所以呢 结论就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中文最好的翻译 应该叫做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啊 而这个巧妇 就是我们家巧喜大神啊 哎呀还真巧啊 可是没米 客人还是得吃饭啊 所以就算今天这个材料 没了 那个调味这样缺货 要等到下个礼拜 才能补 我也没有办法 等到下个礼拜 我顾不了那么多 菜还是得上 生意还是得做 拉肚子 那是你家的事 反正你屁股是我擦嘛 所以有办法解决 虽然有了context之后 对于抄袭大神的即兴子 有更多的理解了 可是这不代表说 我因此就比较能够忍受 甚至是比较能够认同啊 只能够说呢 context它丰富了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背景知识 可是就算你有了充分的资讯 这并不代表说 我们的感觉 或者是立场 就一定会被影响 就会因此而有所不同 我觉得或许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爱说谎如川普 他仍然有这么多的死忠粉丝 不管左倾的媒体 用尽多少资源 想要拆穿他的谎言 想要揭示 所谓的事实是什么 他还是有这么多的死忠粉丝 大家脸书最近应该都被 亲朋好友 颁他们一些什么 十年前还有十年后的 这个照片对比洗版吧 这应该就是这几个礼拜 很夯的社群活动 就是hashtag 10 year challenge 十年挑战 其实我不太确定 大家如此热情的参与 这样一个 湘民发起的网络活动 是抱着一个 怎么样子的心态 是想说 我赶个流行 我凑个热闹啊 还是觉得 自己有如天山老妖一样 都不会老 这动灵的天生好基因 不让大家见识一下 嫉妒一下 心里过不去 太不过瘾了 可是啊 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 分享活动 最近呢 有人却出现了一个 不一样的见解 有一点 让人家 心中有点怕怕的见解 有人提出了 这样一个假设 就说 说不定脸书根本 就是借由这个活动 借由这个 hashtag 10 year challenge 暗中在搜集数据 好来开发 脸部识别 这样的科技 像这个科技 可以进步到 我可以预估 你10年后 讲什么样子 这个假设 在网络上 是一传十时 传百 被广泛的分享 以至于脸书 都不得不正面回应 对外公布 说 这个hashtag 10 year challenge 这不是脸书 发写的活动 完全就是网友 自发信的 而且脸书 根本也不可能 从这样的一个 什么网友 他10年前 10年后 照片 这样一个对比 得到任何的好处 除了就是 可以借此提醒 我们大家 我们在2009年的 时尚风格 真的是惨不忍睹之外 根本没有好处可言 再说 这些对比照片 其实老早就已经 在脸书上 这都不是新的东西 脸书 同时也借机提醒一下 脸友就说 其实如果你们真的 有一些 隐私上的顾虑的话 你们是可以随时 关闭自己脸书上 脸部识别功能的 话虽如此 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假设 我们究竟应该要多认真来评估 或者是需要 什么样子的context 才能够帮助我们做进一步的判断呢 就让我来跟大家 威威道来 首先呢 这几年来关于各自被盗用啊 或者是被滥用的新闻不断 脸书自己最近期一次的新闻风暴 就是因为某一个第三方单位 设计了一个乍看之下 完全这个无伤大雅的脸书游戏APP 可是其实这个游戏设计的用途 就是在暗中搜集个资 然后呢 这个数据的用途完全就是没有经过 当事人的授权或者是同意 网络的便利已经导致我们 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还有数据分享该有的谨慎 根本已经毫无概念 根本不要说是戒心了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会去考量的东西 我们反正就会觉得说 你在脸书上去做个什么样子的 信上测验啊 上传照片 标记 朋友 其实根本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从来也就不会去思考说 这背后累积的庞大数据 今天可能会被谁拿来做什么用 说实来其实 能够判读甚至去推估年龄变化的脸部识别科技 自然有它有益社会的用途吧 比方说脸部识别科技如果真的进步到 可以模拟出来你我十年之后的面貌的话 这其实是可以应用到警方 就是儿童失踪案 比方说如果电脑今天可以很准确描绘出十年前失踪的孩子 现在应该长什么样子的话 那么就算适隔了这么多年 仍然有机会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 当然了这方面的科技最有可能的普及用途 大概就是行销广告啦 就是我今天可以针对不同年龄的人啊 去播送不同产品的广告啊 我判断说你是一个就是年轻人 可以就给你看广告 你是一个老年人可以就给你看什么样子的产品 又或者甚至保险公司也可能可以依据电脑 来模拟你十年后的容貌 来评估你老化的程度 借此来决定你应该是属于高风险群呢 还是低风险群的保单 可是一如所有的科技 就算这个初衷利益是在怎样的良善 人类总是可以想到不当的用途嘛 脸部识别科技呢 或许是可以有效帮助警察打击犯罪 真的就是可以铺天盖地的 像电影头演的一样 让神疑犯无处可躲 你去到哪里只要有摄影机 我都可以捕捉到你的脸部 识别到你在哪里出没 可是难保这样的科技 不会被掌权者滥用 说不定 可以拿这个科技转而去锁定 特定的社运人士 甚至是上街抗议的异议分子 可能大家会质疑哦 hashtag tenure challenge 不过就是一个念旧的小活动嘛 大家上网分享几张照片而已啊 你何必这么扫兴 搞出这么多阴谋论 可是我觉得context的有无 就是能够这样子 像一个照妖镜一样 让同一件事情忽然之间 可以多出许多 你之前没有想到的面貌 context的省略 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为了 要满足我们的铜鸟心态吧 所谓的无知就是福啊 ignorance is bliss 好像如果今天我们不要去知道太多的前因后果 我们反而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出决定 即便是轻率的决定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当初没有想那么多啊 我们哪里知道这些啊 作为借口推卸掉一些责任 让我们自己心里可以好过一些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想要收听2020年最新的内容与好听的音乐 可以在好家庭联播网收听 台中FM97.7 每周六下午5点播出 台北FM91.3 则是每周日下午5点播出 或者也可以上古典音乐台FM97.7 与Bravo FM91.3的官网收听线上直播哦 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Bye